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無人機發射出去 為什麼能按照 設定航線精準前進不失控 時速3.5馬赫的超音速飛彈 每小時跑數千公里 又如何在空中平穩飛行 命中目標 這些無人控制的飛行器 不靠外力就能自動判斷前進方向 靠的不是衛星定位導航 而是小小一個精密零件 就連日常生活自駕車 或是手機都有它 這神秘的幕後黑科技 就是陀螺儀 不需要做衛星 就可以長時間地去一直判斷 它到底往哪裡轉 所以它可以穩定你的無人機 或是任何的載具 無論我外面怎樣去旋轉它 它裡面這個陀螺 能夠依然保持原有的指向性不變 到底什麼是陀螺儀 簡單說就是移動中的物體 在合力為零的條件下 會具有保持相同移動狀態的慣性 慣性導航裡面 它需要有兩個元件 一個是加速儀 加速儀它是XY方向的移動 你可以測它移動 那還有就是旋轉 有三個方向的旋轉 光纖陀螺儀是一個高精度的 這個測旋轉的感測元件 就像同萬中的打陀螺 可以長時間朝同一個方向 穩定旋轉 靠的就是類似原理 也讓陀螺儀成為 航太跟國防工業 常用的慣性導航儀器 不需要靠外站 它自己在判斷你是 現在往哪裡走路 往哪裡傾斜 傳統的無人機或是船艦 他們在走的時候 絕大分是靠衛星 最近烏克蘭嘛 那個就不會有衛星的情況下 或是也許有一些城市 事實上 因為現在5G 4G的信號 非常的密集 有時候反而會遮蔽到 你的衛星信號 最早的陀螺儀 通常都是機械式 不過體積大 重量重 後來靠晶片把尺寸縮小 卻能維持同樣精密度 而目前最先進的技術 是光纖陀螺儀 將傳統的大型陀螺儀 元件圍縮到 只有一立方公分的晶片當中 台灣已經能夠自主研發 比較多的是用在 需要很高精度的應用 比如說飛機的導航 或者是衛星 那當然有一些 這個國防上的一些應用 我們現在是希望 可以把它推到 比較商業的應用 比如說無人機 自駕車 陀螺儀依照精密度 有等級差異 一般低精度陀螺儀 飄移率每小時約10度 商用的導航級陀螺儀 飄移率每小時地域0.1度 至於國防戰略用的陀螺儀 精度更高 飄移率每小時只容許0.001度 以長城飛彈 熊山飛彈來說 射程最遠可達400公里 陀螺儀精度不夠高 對於命中率影響極大 也因此高精度陀螺儀 被視為戰略管制物資 高精度的陀螺儀就是武器的眼睛 你的飛彈你要能打得到很準 到某一個地方 它必須要有非常精密的陀螺儀 那那個陀螺儀如果賣給你 你就可以做後面的應用 所以那個就是管制 美國也不希望我們發展一些技術 所以當然就不會賣給我們 可是當我們自己做完了以後 他們就買了 這是12寸的這個細光子的晶片 那上面有很多這個陀螺儀用到的元件 國內做出光纖陀螺儀的 就是中山大學光電工程系團隊 洪永志跟魏家健兩位專家 前後花了四年研發出這一套技術 碰到兩個最主要的困難就是 怎麼樣把原本一個系統 它用每一個元件的功能 縮到那個晶片裡面 然後還可以達到一樣的特性 塞更多的東西進到一個硬體 裡面去 軟體也許就是要同時做更多的控制 擺在那邊它沒有在動 對不對 但是它告訴你就是 它有一個很大的訊號在那邊 這個就是我們做的 一個有點像是固定的偏壓 一個BIOS 那個BIOS在那邊的話 那對於這個量測訊號就是不利 透過軟體跟硬體的配合 改善精密度 而洪永志原本主要是跟台積電合作 開發細晶片 誤打誤撞一頭栽進 陀螺儀世界 2014年開始 就是因緣機會其實有認識太空中心的 劉仁揚博士 那它其實算是台灣 光纖陀螺儀的重要推手這樣 那它本來就是在美國 它因為有這個做光纖陀螺回來這樣 那所以它進來就在太空中心和中科院 去推這個光纖陀螺儀國產化 這套陀螺儀技術跟太空中心中科院都有合作 已經裝載台灣自主研發的裂風者衛星 也獲得澳洲無人機模組公司簽署合約 而這家無人機模組就曾經是烏克蘭無人機的供應商 具有強大發展潛力的軍事黑科技還有武軍技術 甚至被視為改變未來戰爭的關鍵之一 其實它是比較高的頻段 比較容易取得比較大的頻寬 那大頻寬跟載頻寬 比較簡單的概念就是說你頻寬越大 你能傳輸的資料就越大 5G軍事應用受到美國高度重視 2020年國防授權法案 由美國國防部提出的5G戰略計畫 就明確點出未來戰爭 將大量應用5G傳輸資料 可充分用在無人設備的軍事作戰 光是軍用就是國防這一塊 那整體便宣就有600億美金 那如果再加上車子的 再加上衛星的 再加上行動通訊的 事實上它整個市場是非常龐大的 如果傳輸速度太慢 無人作戰系統就容易失控 而5G的最大優點就是高速率低延遲 可以迅速傳輸大量數據 速度是目前4G的20倍 不過設備研發相當困難 5G把毫米波頻帶去導入之後 為什麼到現在一直都還沒有 很廣泛的去運用 其實最大的問題也就在於 這個能量傳遞不遠 雖然能夠傳輸比較多的資料 可是我這個信號跑不遠 為了解決訊號傳輸瓶頸 國內業者研發出 新一代的毫米波天線 不同於以往單一或是碟盤天線 透過多達2304個陣列天線 可同時指向同一個方向進行通訊 打入美國國防大廠供應鏈 當我用很多的天線的時候 它其實是把能量的這個輻射方向去做一個集中 不管是在設計上或者是量產實作上 其實就會碰到很多的一個困難 需要透過封裝的技術把尺寸做得更小 只不過在先進的技術無法量產 就沒有競爭力 業者才會研發這一套全自動機台 每個天線產品測試時間 從原來的1000秒 大幅縮短到10秒以內 提高產能還能監測量率 如果當未來戰場鎖定在天空 結合這些隱藏在民間的高手 或許就能讓台灣國防科技 影響